在屏东的泰晤乡 下午发生了规模达到4.5的有感地震 在高雄市区其实有三级左右的震度 结果沿城区的毕信街 一栋四层楼的房屋倒塌了 四楼半的水泥房屋就像被削了一半 四楼的水泥地板垂直掉到三楼 钢筋外漏不说 窗户就选在半空中 二楼原本外头还有一块阳台地板 也掉到一楼 水泥碎块掉一地 突然都声响 吓坏附近居民 为在沿城区并信街的这处边街空屋 屋龄超过三十年 邻居说屋主因为把房子抵押给银行 房子早就没人住 但发生崩塌的主要原因 是屏东泰武乡 下午发生认识规模4.5的有感地震 结果高雄市区也有三级震度 就是地震造成房屋崩塌 因为房屋本身老旧已经有一些毁损 没想到地震过后造成更大的崩塌 也还好没有人经过受到波及 记者杨忠明SN小组高雄报道